古時, 解決大小異變, 叫做解搜 以前大千璽, 涉及一萬幾千戶 為了防止有人走失, 或者逃走 負責的官員就要用繩子 綁住官遷者的一隻手 然後就一個接一個綁住 如果中途有人要去方便 就要請求官員解開這條繩子 於是就出現了解搜這個池 小姐, 廁所去哪裡? 這條街這麼臭, 廁所一定在附近 小姐, 廁所在哪裡? 這裡是清朝, 整個京城只有幾個公廁 有時候人們急得賴到墨都還沒找到廁所 漢朝不是這樣的, 到街上也是廁所 糟了, 借你去廁所一用 幹什麼? 我們這些窮等人家 真是… 急得我的腳也配襯你, 打死刀槓架 拿去…快點…廁所… 請…這邊… 急得流汗 廁所在哪裡? 我是窮人, 哪有錢去廁所 用這個呢? 碼筒? 怎麼鎖? 鎖不到嗎? 鎖不到就出街鎖吧, 鎖得很鎖 大哥, 車慢, 馬桶好, 裝得多一點 爽了 兄台, 你家裡的刺子沒了, 怎麼辦? 兄台, 我這麼窮, 從來沒錢買刺子 那用什麼? 用這個 裘籤? 竹片 八月十五好像雞蛋那麼滑 但是他環保, 洗完又可以再用 你…我? 不止我, 我爺爺也是用他的 你爺爺, 你…跟著我? 想不到你喜歡用手那麼有趣 中國人跟中國人沒有分別的話 大家都會用他的 人呢? 爽了 先走了 請先收拾手尾 收拾什麼手尾? 賭屎 不是專門有人上門收夜香嗎? 現在是清初 政府不做事, 沒人會理會 我們街坊也是這樣倒出街 你要等到專門有人上來收夜香 去到清末 不過要等百多二百年 難怪這條街這麼臭 你…你還走嗎? 等到這裡二百年, 回頭回來拿 乾杯 你還走 張回小說《水壺傳》 裡面描寫潘金蓮的部分是很少的 但是在短短幾個回合裡 已經寫了他三次不守輔導 那到底潘金蓮是不是千古淫婦呢? 讓他自己來解釋 好, 乾杯 你怎麼知道我想刺激的? 你倆過來打牌, 還是打一隻賣照? 阿哥… 阿哥 阿哥 還捉不到你們的痛腳? 阿哥, 讓我幫你殺了這兩帝 阿哥, 阿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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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你幹什麼? 他們兩個出千而已 幹嘛砍他們? 出千?這就是出千 對, 不是你以為他們做什麼 歷子不是這麼說 歷子說你們兩個通姦 然後歷子還說你們兩個在床上 還有這樣…之後這樣… 在自我審查之下, 決定刪除 請… 你們請什麼?歷子迷這麼說 歷子說你們兩個合作王婆 用砰箱殺中我哥 之後我又殺了你 還把你的心挖出來去拜他 這麼殘忍 問題是你有沒有殺到我? 你有錯有勢, 怎麼殺你? 幸好而已 弟弟, 剛才你說的 只有一成是真, 九成是作的 那哪一成是真的? 只有我和年妹的愛情是真的 你, 豬打雲老婆的新門姓, 作的 你, 武蟲打老婆也是作的 通姦世人也是作的 阿哥, 你不是豬瑜嗎? 我豬瑜也是作的 作得這麼大 分別是斯內甕的水壺傳 和明末金瓶梅兩部長篇小說 這個迷惑了大家幾百年的故事 其實是這樣 武大郎其實叫武席 山東清河縣武家村人 更是恩商王武町之後 是正正經經的王族 能聞能武, 歡敗七品 不僅不是豬瑜 還高一米七八 豬哥, 很有型 我好想嫁給你 不好意思, 小姑娘 我心中只有一個女人 就是練妹 歷史記載的潘金年是千金小姐 致書適禮, 賢良贖德 嫁給武席後 還生了四個子女 家庭幸福美滿, 說完 沒有, 一點都不安怨前面曲折離奇 就是了 又沒人死, 又沒人坐牢 有什麼好提醒呢? 通常歷史的真相, 人們都不願意相信 那沒理由人們會捨不得你們 不然是因為武式噴人太直 直 相公, 很舒服 武兄… 張兄… 有何歸桿… 武兄, 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家大火, 所有事都燒清過 所以我以前來投靠你 希望你可以先給我一個牙差 相公, 這樣是不是叫走後門? 娘子, 我自有分數 那就是走後門? 你叫武席, 必須這麼正直? 你別忘了 當年你賞經父考的時候 是我親手給你一個包子 雖然得人恩果千年記 但作為朝廷命官 我怎麼可以知白辦白呢? 相公, 你很有型 忘恩負義, 你看著你 張兄…我不是這個意思, 張兄… 武席因為不想以權謀私 沒有幫張福 但其實他暗中派人幫他建一間房子 但張福還沒回去 就開始他的復仇大計 他決定唱衰他兩夫妻 一米七八, 官 馬上是燒餅, 這麼多燒餅 四尺無值, 賣燒餅騙食 怎麼這麼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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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外, 洗腳, 燃糧, 熟德 我要你紅杏出場 此女子紅杏出場 還有又紅杏出場 這個樣子, 身材真棒 人性真是醜惡 但是他又真是很有創意 金色香艷的情節 還被明朝嘉靖年間出版 誠書的水壺傳 寫成通姦故事 後來的金平梅還繪形繪聲 將判金連寫成第一大淫婦 後世更用他們的故事 出版了很多色情小說 和色情電影 是否很好看呢? 是否很好看呢? 就等著看你了 真是很3D, 很難看 我上班了, 他們這樣看我 娘子, 不要生氣了 你已經做了主角這麼多年了 就讓人看看吧 就是了, 你們倆也算配角 我呢?只要蹲腳 做了主角又如何? 寫得我這麼淫賤 弄得我的村子也要改名 由潘家村的黃金莊 雖然司律暗誤了我們這麼多年 但是聽說她是後人也很自責 幾年前還在我墳前敗制我 不過說得最厲害了 就是清朝的乾隆也幫我們平反 還在我墓碑面前納碑直樹 這麼威? 是啊 那我史上第一大淫婦的名字 就開除名了 好啊 還沒得住 聽說自己會拍O-D版 我?她是我的, 你想怎樣? 她是怎樣? 黃色是皇帝專用的顏色 明朝創立了錦衣衛 他們的官服也是黃色 可想而知 他們的權力有多大? 錦衣衛加上東廠西廠 令當時的朝廷和民間 一個一個不是你懷疑我 就是我懷疑你 本來大家互相監察就是好事 但是過了火位就隨時出事了 特務史上最神秘的組織 美國叫CIA, 英國叫007 但是說到史上最早最強 最殘暴的特務組織 就非中國明朝莫屬了 愛者開陽 錦衣衛, 明太祖初元璋一手設立 直屬皇帝的秘密警察 你在這裡看東西嗎? 當然是看工女送糧了 東廠, 明成早時候創立 由太監掌管, 權力高峰時 連錦衣衛也管了 有東西嗎? 西廠, 明獻中設立 不僅人數多於東廠一倍 權力比東廠更大 可以說是三個當中的最強特務 皇上爬刀 大膽大膽, 爺媽媽 誰在皇上屋艇吵架, 吵架王上睡覺 原來是三大特務 你們幹嘛在這裡看工女 你們應該看著文武百官 沒有人造反 是朕叫他們來的, 行不行? 行… 謝主龍恩 興家平身, 朕今天叫你們來 是因為最近朝廷國父控虛 朕想精簡人手 制定明年的預算 看來看去, 你們三個 架構重疊, 人手重疊, 職位重疊 連說話都重疊, 對不對? 對 皇上, 現在哪個政府不是這樣? 要不然怎麼養得起他們這些公務員 皇上英明 我們敢以為雖然身分是特務 但是表面上我們是皇宮的禁衛軍 而且身兼儀仗隊 還有我們是朝廷上下的保安 正所謂四個工總都是收你一份工資 很花好用 你說了這麼多說話, 豈不是一個… 太監 神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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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期你們有… 六萬人 多過… 太監 光是請你們早午晚三餐 都食窮朝廷了 皇上英明 皇什麼英什麼明什麼? 你們兩個說來說去都是廠 為什麼有分東和西呢? 因為皇宮太大了, 皇上 客氣大便打招 卡東廠, 皇上輸聚 其實我們東廠真的很忙 我們很多工作 東廠不僅掌管朝廷 連老百姓也監視了 街市的蘿蔔青菜幾錢一斤都會盯緊 以防有人操縱價格地說 官爺, 山菜兩文錢一斤而已 兩文錢?這麼貴? 你分明是謀取暴利 人類, 竹拿這個反賊 是 扯慢, 大人 你看看那邊 大人, 剛才你掉了一張VIP卡 以為我們的VIP今天買菜 買一斤送一羅 大人的菜新鮮吧? 恭喜 大人, 這些菜是你應得的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皇上昔路, 這裡是屋頂 是… 你最多頂多, 還是差不多 就像消費者委員會一樣 裝什麼特務 你這樣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銀量 人類…卡東廠 卡東廠… 錦衣衛, 話說回來 你又做什麼? 皇上, 我們錦衣衛 真的非常認真勤力 非常認真辛苦 錦衣衛, 明太祖朱元璋一手創立 是藉屬皇帝的偵執機構 職權之大 可以未經司法機構審判 直接處罰犯人 我們錦衣衛 個個都是由禁衛軍裡精挑細選 個個虎輩紅腰, 而且超級英俊 我兒子還好打得 而我們的制服還超級講究 好像我這身一飛魚服 要有品級的錦衣衛才可以穿 再配賣這把秀秀道, 贏 錦衣衛最厲害的招數 就是跟蹤和竊聽 官員說過的話, 請過什麼人吃飯 作過什麼詩 但是皇帝第二天就知道了 大哥, 裏面有估計 這裡不是大張文藍玉的家嗎 是呀, 頭 這次捉到他做陽明藍馬 這些料是堅不堅? 堅過石堅 真是有多堅, 別管了, 進去再說 這次他還不斷整? 藍玉私藏武士都 以豪謀反, 賴人風鐵 是, Sir 藍玉是明朝著名的功臣 徵伐北元有功, 被封為梁國公 但是因為始功生嬌 在軍中擅自罷免和提拔軍官 獨斷專行 朱元璋早就對他不明 藍玉, 你被人拘捕 你不用這麼帥嗎? 走快一點點, 怎麼了? 最後, 朱元璋以謀反罪 誅殺藍玉三族 總共處死一萬五千人 為明朝四大案之一 你現在連我老祖宗都想數嗎? 要不然你們胡亂屈人 哪會死這麼多人? 咳, 敢, 以為 拜拜 拜拜 西廠, 你又怎麼樣? 我們真的很節省 絕對沒有浪費公帑 我們頂多都是做假書 然後引用那些無知的人 去申報謠言 然後就抓他們回來領賞賜 皇上 辦事效率這麼低, 經常都放棄 要你來幹什麼? 咳西廠 咳西廠 大皇上, 你又咳走錦衣衛 又咳了東西兩個廠 就是沒有臥底幫我們掛了 萬一文武百官會反我們怎麼辦? 你和我定 我已經暗中組織那個叫做內行廠 內行廠? 跟你算一下, 錦衣衛幹什麼? 監察文武百官, 東廠 監察官員, 百姓, 錦衣衛 西廠 監視東廠 其實內行廠 無論是官民、廠位 都全部監視了 最重要的就是他直接受我管轄 那就是皇上是史上真正最強特務 好啊 你可以知道這個朝代的皇帝 是多不相信平民百姓 多不相信文武百官 甚至多不相信自己人 一個這麼龐大、這麼精密 而且這麼殘酷的特務系統 才把明朝這個諸勝的反動腐敗 黑暗的江山維持了三百年 你做陷阱功, 百多年 又殘又骨, 還怎麼處? 這個柯房功和國殃民 我們一把火燒掉 這裡真的不能燒 我是西楚霸王, 想燒什麼就燒什麼 是西楚霸王, 想燒什麼 你是西楚霸王, 想燒什麼 你賣最好的 妄想營 你分析 感谢观看